嗨! 繼續是鹹花的頻道 今次帶大家去附近的地方逛逛逛逛 小安今年實在太多一隊旅遊了 到處都逼爆 就好像早前的新聞說 敦王那邊人好像出征兇奴 很誇張 加下遠的地方就不去 所以就發掘一下身邊有什麼好玩 今天就來到一德路這裡 這裡又在市中心交通方便 整條路都有遮蓋 不會太曬 特別是加上這麼熱 走一會就會變得熟人 一德路這裡有什麼看呢 就是這座東西 石室聖心大教堂 這座東西是加上世界上 四座全石 結構的歌德式教堂之一 全世界只有四座 這座是其中一座 在1861年的時候 法國佬在英國拿了沙面之後 為了展示一下自己 即是在廣州的存在感 就出錢起的 這座東西是1863年開始起 一共建了25年 整座東西都是花光芽 很大塊很大塊那種 那兩支離地 成六十米的高塔 在珠江江面上面 就沒有浮那麼遠就看到了 哇,真是 每個人都知道法國有座這樣的東西 在廣州 有幾威 但是加上就很容易錯過 因為 雖然說這座教堂是幾高下的 但是後來外面的騎樓更高 四五層的騎樓一大堆 你基本上是要去到路口 右巴馬線那裡 再看看旁邊才會發現 咦 原來這裡有座教堂 這個黎石室這裡 如果是遇到禮拜日 是可以走正門的 因為這裡禮拜日 都會有一個崇拜活動 但是那個活動 基本上是搞一個上午 是不能進去裡面看 而平時這裡 只要可以走側邊的小木 但是可以進去教堂外面 石室的兩邊 其實都是有些東西看的 抹著樂校這邊 就有塊石在這裡 石上面就是 可以說是教堂出世子 都是記錄 這座教堂的經過 以及它一直揭曝加夏的歷史 還有一些廣州其他教堂的介紹 還有一些分佈和功能 一路兜過去就是廁所和後門 廁所旁邊就是草地 上面有些羊 有些什麼的故事 大家應該知道 在另一邊就是廣州教堂的總部 有些辦公室和宿舍之類的建築 還有一些比較細型的禮拜堂 還有所謂的入鄉隨俗 聖母後面有一個假沙和薯仔頭 算是一個比較有趣的地方 在這個角度看石室 其實很漂亮 有點像在歐洲那邊 正面那邊看反而不是很像 看完外面我們就進去教堂裡 在裡面其實真的會發現 這棟是很高的 但是它又不是很寬的 因為哥德式教堂其實也是差不多 只有一個高 比較窄 裝飾和擺設都跟普通的教堂沒有什麼分別 這棟是很寬的 製作啊 還有七竹台啊 類似藥櫃的桌子啊 這些很傳統和很標準的東西都可以看到 還有一些聖水之類的 聖水的桶呢 好像隔離海豬南那裡賣早餐 那些賣豆漿那些桶那樣 在教堂裡面 是沒有像歐洲那樣 有個架給你點蠟燭的 石室要點蠟燭的位置 就在剛剛的架山那裡 這座的石室聖森大教堂 和其他有那麼上一歷史的教堂 最大的分別呢 其實就是上面的玻璃 和這些東西大大話 都有百多年歷史 加上又被日本仔炸過 所以原來法國佬做那些玻璃呢 就全都破爛了 這些玻璃呢 其實是後來做上去的 還有那時候亞洲地區 做的那些彩色玻璃的功勵 就真的不太好 你看一下家其實外面是很好天的 很熱的 但是裡面都看不到那些 很多有色彩的光線 所以其實 在石室這裡 是不會有那種 在歐洲的教堂看到的 很夢幻的感覺 而且最大的問題就是 玻璃上面的字 變成英文 沒有用來拉丁文 加上這個石室 聖深大教堂 和玄光路那些西石建築 是被廣州市政府 一個重點推薦的 舊城旅遊線路的景點 所以加上有很多很多外地的客人來打卡 你不要真的以為 加上天熱 三十多四十多 那些人出來 加上天越南 這裡就不太多人 畢竟那兩棟的高塔 你真的在這裡拍照 是挺好看的 而且這麼壯觀的教堂 單止在國內 又是在國內都比較少見 這裡早上開始十點多 就慢慢慢慢的多人 一到下午 三點多鐘 那個廣場 就基本上 一堆人在這裏自拍 所以過來石室 這裡拍照也好 走也好 最好十點前過來 因為沒那麼熱 在這裡走得一個多鐘 去附近那裏吃飯 一個水溫就很充實地搞定了 好啦 今次分享就到這裡 可以繼續收看我的頻道 記得點讚 訂閱之類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